其实原来我们是基于潮流在做实行 后来是基于流行 然后我们现在想去做一个可能更大的一个圈 我们想基于快乐 帕尔玛特我们是一个平台 是一个全球艺术家的平台 因为全世界有很多非常棒的艺术家 他们喜欢用这种材质来表达艺术 其实它是一个绘画和雕塑的一个结合 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很少见的 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纯粹的艺术的一个表达 我觉得这是一个它非常有魅力的一个点 我们对国潮理解是两种 一种就是说我们觉得国潮是彰显着 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文化的一个自信 另外我们认为现在的国潮也是一个包容性和国际化 我们其实有能力 然后我们去吸收全世界他们喜欢的潮流一些元素 然后用我们的中国的一种表达方式 然后去做一个全新的表达 要有一个好奇心 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个童心 因为玩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产品 我们的slogan叫back to play 我们希望大家永远能够有一颗童心 一起去守护的一个东西 我们这个行业以前它叫art toy 也可以把它叫做designer toy 它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叫平台玩具 比如拿我们的space molly 举例子 然后你会发现它本身它的造型定下来以后 它本身变成了一个载体 它就像变成一个白纸 然后全世界的艺术家都可以在这个上面进行再创作 我们其实做过那像白娘子的毛铃 故宫的毛铃 然后我们做过三星队的拉布布 然后我们还做过一些 比如说和一些传统的糖妆和汉服 合作的很多类的产品 我们其实都希望把这种传统的这些文化 和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潮流类的产品 去做这样一个结合 去来推广我们传统的文化 我们希望就是未来我们可以去变得 除了去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外 我们也希望是不是可以去把它变得更加国际化 然后又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 然后能够让全世界能够感受到我们文化的力量 2023北京文化论坛 9月相会北京